大家好,我是魚蛋 我是花之魚 隨著心中通道就開了一段時間 我返中山已經很方便 於是我們一連幾集就和大家去到中山覓食 有脆肉玩 乳鴿 龍家菜等等 當然還要看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就例如這個中山應事城 坐著馬車繞牆一周又是什麼體驗呢 當然還要找些美景打卡 喜歡大自然的話 走入古樸的杜田園也可以 見到這個土流 只是想到福建 這裡還是中山來的 先說回今集的主題 就是脆肉玩和乳鴿大比拼 在哪裏吃和哪間食是最棒的 點個訂閱 立刻帶你玩轉全中山 Let's go 看到脆肉玩 你不可以沒有聽過這家紅日飯店 基本上飯店的時間來到 絕對沒有空桌 禮拜六日來的話 閒閒地也要等半小時 等待期間就看看這間餐廳的環境 大魚缸展現著這裏的主角 你先游一下吧 等一會上台再介紹你 旁邊海放式廚房 有挖著等候區飢餓的群眾 炸過你 最後一絲理性 一會實行起勢地點菜吧 順帶一提 這裡很多人吃這種菊花葉 他會混合芝麻醬一起去吃 有個員工 見我們一副未見過世面的樣子 就大發慈悲地上了兩片給我們試試 咦? 怎知不是苦的? 讓我們成為了人上人 再來吃你 好了 終於都坐下了可以落單了 最基本是根據你的人數 先選魚的重量 我們給這個大食來計 人均點1.5斤左右就夠了 接著就選擇魚身各部位的煮法 魚片最經典 當然是火鍋這個做法會有之一 再下去就是魚骨 魚腩 以及魚柳的做法 任君選擇 其餘的菜單還有很多飯麵 滿足碳水星人 轉眼間就上齊我們一煮四食的全魚燕 由最清淡的吃起 品嘗是魚最原來的鮮味 這個是清水的湯底 只加了兩片的紅蘿白粟米 點綴一下 不加味精的方法 絕對是最考驗魚的新鮮程度 最糟糕也是之前的廚房 這麼吸引 等著水滾之際 大家已經按耐不住了 點了一個榴槤煎餅 外皮焦脆 內裡薄薄的一層榴槤餡 榴槤烘的話一定對 又點了兩湖的飲品 分別是粟米汁和火龍果汁 咦 粟米汁原來是熱的 而且極濃 濃到起曬山 整個粟米龍湯 口感反而一般 至於火龍果汁 冰冰涼涼 就好味得多 噢 隨著清水湯底 噗噗噗噗噗噗 我們的心情何嘗 不是同樣滾動起來嗎 看著這片粉紅飯白 喜相非切法的魚片 配合這個蔥花 忍不住先撐一下 只需要18秒 魚生 立即成為爽脆 但好的脆肉餅片 完全不像魚肉口感的脆肉餅 撕開你對魚肉 既有的印象 好在人軍叫了根半 屬性整碟的車下去 實行脆肉餅方提 爽啊 哈哈哈哈 第二碟上的是 豉汁蒸魚腩 本來由淡味吃起 突然間聞到 超香的蒜蓉豆豉味 肚餓的感覺 再度湧上來 瞬間又爬多兩口魚 第三食就是酸甜魚柳 類似咕嚕骨的汁 但相對魚柳沒有其他部位 那麼脆口 還是講過汁沒有這麼夾菜肉玩呢 雖然都是好吃的 但就沒有前兩碟那麼驚艷 最後一食是椒鹽魚骨 話就說是炸過的魚骨來的 實際條骨是好硬吞不到的 不過黏住骨的肉炸過之後更加爺味 超級香口 唯獨是吃不到太硬的朋友 可能就未必對啦 最後就叫了碟菜 這一餐人均八十幾元 好滿意呀 脆肉館人氣第二大 都應該是非這間美美園幕屬啦 環境就比較像農村的感覺 地方大很多 也有做旅行團的接待 建議走過來門口 轉左這個位置進去 就會有冷氣位 現在比較美美園的脆肉館 一樣啦 第一食一定是清水鍋吃魚片 由於這次人多 好好當生魚片都很多碟 實行也是取肉館自由的一天 不過吃之前也做好準備功夫 自己的醬油自己調製 加入油 薑絲 辣椒仔 最後淋上醬油就大功告成了 看見魚 這塊是喜相飛的切法 八女泛蠔 第一轉通常大家都很矜持 好elegant的落一片 養養養十八秒 都不知道是這個靈文醬汁的問題 薑絲辣椒互相揮影形成的化學作用 還是魚片更爽脆 又口感滑烈 居然比紅蜜的更好味 原諒我們覺得這樣的配搭先是最適合 依舊選擇了試汁去做魚腩的部分 不過如果你吃過有更好味的做法 希望你也可以在留言區分享一下 市質來說 紅蜜老實說做得比較野味 至於椒鹽魚骨 就不相百種 由於人多 今次有了午食 是用魚肉打造的魚丸 同樣下鍋煮一會 浮起就能吃 一放入口 你還以為在嘴裡打得冰彬波 嗯 遠來說 自問都交手過無數次 但彈彈得這麼離譜 真是世間難求 補充一下 相對脆肉玩的 那種脆在魚肉上面 較為修煉 但總括來說 真是經驗到我們 另外就叫了一碟羊豆腐 本身純粹隨便叫個配角 轉口味 不要味味都是魚 誰知又被突襲一個操守不及 What Am I 豆腐有豆味 你可能覺得我在說廢話 但我發誓是人生吃過最重豆味的豆腐 如果你來到 叫了多少東西都好 相信我 叫這碟豆腐 說得很誇張 但一點都沒有誇張 好 最後又叫多了一碟菜收味 完美的一餐 人均70元 總結 兩間的脆肉玩都各有千秋 但我們喜歡美美園多些 吃飽了出來 對面就有個小型市集 賣著一些土特產 有興趣的可以逛逛 又或者可以出來 轉左看看巨型玩魚 跟他們打卡 中山還有一樣磁味的食物 就是乳隔 我們就在不同的餐廳試過 第一間就是剛剛介紹的美美園 除了脆肉玩之外 我們都偷偷叫了沒有人半隻來試試 初步一上碟 第一個感覺就是比較細隻 肉質不飽滿脹身 人就不可以貌相 夾就可以了 直到果然泡泡通通 就是周圍都吃到的味道 第二間就是在中山的崖口吃 這邊最主要就是出名吃煲仔飯 我們下集再說 不過我們就叫了一隻乳鴿加菜 外表看起來比較乾身 撕開來一樣乾燥燥的 建議就不要在這間那裡吃了 解釋得乳鴿又怎會每間都差平呢 主角永遠都壓軸才出場 試過接下來介紹的這間 就不用再試其他間了 它就叫做煲煲店 主打的就是煲仔飯和乳鴿 兩樣都做得很出色 性價比又高 難怪在中山市區也有不少的分店 看看上桌的乳鴿 隻隻望落都很juicy 我們分別叫了原味和鹽 看起來油亮亮的 拿上手還很燙手 即場試開給大家看 看到都滴了醬汁 非常juicy 煎魚椒原味就OK了 鹽焗就反而略為偏鹹 大家來到中山 記得試試它的乳鴿 下集預告 下集大比拼的 有煲仔飯 煲仔飯這麼普通 有沒有需要特意過來試呢 哪裏吃 最有鑊氣又抵食呢 帶你吃完再去看道田園 想了解中山或者不同地方的旅遊資訊 記得按訂閱讚好按鈕 下集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喜歡這條片記得按like share和訂閱 拜拜 來いいね 吃飯 吃刀 吃刀